我們今天要來分享如何自己在家開生蠔 如果你是愛吃生蠔的人 你一定不要錯過這個影片 因為新鮮現開的生蠔 跟外面已經開好放出來賣的那個生蠔 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 生蠔買回來的時候 它的表面會有很多土 那我們要先把它刷乾淨再來開 你可以用這種刷子 這個是刷馬鈴薯的那種刷子 拿著以後 簡單的表面刷乾淨就好了 這個是稍微刷過的 這個是沒刷的 上面還是有很多泥巴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開生蠔 那首先要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生蠔這樣子合起來 你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嘛對不對 因為它都沒有縫 首先要你先找一塊布 或者是你戴著手套 然後這樣子 就這樣壓著 這個底部的這個沾板或者是桌子 一定要穩 它才會安全 那你要有一個生蠔刀 這個就在外面都可以 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很好找的 然後這個是上面嘛 那這個是下面嘛 它兩個的交界處 不一定要找出它的交界處的正中間 你就找上面跟下面的這個地方 找一個比較好下手的地方 這個刀尖啊 直接往裡面 鑽 這個已經 就扎進去了 它的交界處是非常薄 所以很好進去 那 先拿開 當然你不可能從這個 這麼上面的地方 它離交界處 你看這個白色是下面 你不可能從這個這麼上面 要把它戳進去 那這個地方就是很厚 那我這裡剛剛已經鑽進去了 左右的移動 把它上面有一塊肉 你把它稍微這樣刮過 它就開了 那這樣半開嘛 然後再這樣順著 要順著往上抬喔 你如果直接往裡面插 那個生蠔就被你弄壞了 你把那個肉切掉 往蓋子上面這一塊肉切掉 這樣切乾淨了 再用這個 刀子稍微轉一下 它就更開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手 捏穩 然後把它打開 就像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找出它們交界的地方 然後由上往下 用這個刀尖輕輕的這樣進去 左右移動 這樣就進去了 那進去的時候 我們再左右移動的這樣轉進去 然後再把它握穩 這個刀子啊 把它上面這一塊肉 你把它弄掉 它就開了 它只要過去它就開了 這個時候再轉一下 這個這樣子就起來了 剛打開的那個蠔啊 如果它是活的時候 其實它會動的 這個水開小一點 然後用它的這個 由上往下 輕輕的這樣沖一下就好了 表面的碎殼都沖掉了以後 這樣這樣拿起來 用剛剛的生蠔刀子 剛剛這塊肉是黏著上面的殼嘛 那它下面呢也是一樣是黏住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削下來 再往前推 順著這樣殼 它就可以把它刮下來 刮下來這個生蠔就起來了 其實你也可以 不把這塊肉刮掉啦 就是你直接裝盤 然後吃的時候就附上一根湯匙 那用湯匙也是可以把它削下來 當你要吃的時候 那這個生蠔就拿下來了 你們在海鮮檔看到 他們打開的生蠔 這個白色的部分 很大一塊 那就可以買 這表示它一整批生蠔都是很肥的 那如果這塊白色的部分 就很瘦啊 就扁扁的 根本就快沒有了 那生蠔吃起來就口感不好也不香 那就不值得買 這個是粗鹽 你把這個粗鹽倒在盤子上面 它看起來就像碎冰一樣 這個鹽巴上面可以灑一點水 它這個顏色看起來就更像冰了 它這個鹽巴就會有一點阻力 那這個生蠔就會比較容易立得住 就不會倒來倒去的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會更好看一點 這樣子啊 我們在家自己開的生蠔就完成啦 那麼大的一個小花 還有一些小花蠔 哇 那今天是小花蠔 看著一下 是一種蠔 的 看著到